中共片面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已经两个多星期 美日韩不止不承认 韩国也扩大防空识别区来因应 但为什么中共会选在这个时机点升高东海紧张局势 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 最近几个月来有多家新闻和财经信息提供商的中文或是英文网站在中国被封 其中包括彭博资讯、路透社、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 此外还有几十位驻中国的西方记者被告知 他们的年度签证延期申请被搁置 中共对内紧缩言论 对外则是频频放话扩张 有人认为是虚张声势 有人说是转移内部焦点 咱们解读中共设防空识别区的意图 我们的透视焦点 敏感时刻 中共高调军演 东海情势一时之间剑拔弩张 中共选在三中全会不久后 抛出防空识别区议题 挑战东海现况 引发周边国家反感 升高紧张情势 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不合逻辑 这里面有一个让人想不透的地方 就是说在三中全会召开以前 他的国际环境是非常缓和的 就是你一下子把中国的半个国际环境 都给搞宁了 就紧张了 其实这个是非常违反常情的 共产党一党内斗争那时候 谁都要比赛谁就爱国 有外媒评论 中共领导人是要利用民族主义强化内政 学者认为习近平一方面受编军系势力 一方面清算政敌 可疑的是在国际情势还没稳定的此时 却偷偷传出周永康被捕消息 习日政变内幕也一个一个被爆料 港媒甚至指周借反日倒习 他的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 这个是一个副产品 其实军方跟习近平 可能是有一些紧张 已经有些矛盾关系存在 或是说整个中国共产党 对三中全会的改革的方案 他其实并没有什么共识 所以说习近平也需要军方 加大宣示对他的效忠 来压制党内的那些反对改革的人 那不多说 因为他得到全党的支持 特别得到军队的支持的话 他想清算哪一个人 他就很容易进行 所以这个一定会是这样子 而且用这种事情也可以掩盖 国内的矛盾 片面挑起东海防空识别区 固然迎合中共战略布局 但是相装武剑 究竟意在维稳还是斗争 周永康是否也将遭兽和薄熙来一样的结局 将是后续关注焦点 新党与他电视城会抹成 正章之轩台湾台北签不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